快看 这个流浪汉居然一把搂住女人 没想到这一举动竟然救了她 只见一个男人刚走出酒吧 忽然就被一枪爆头 外面的行人吓得四处逃窜 众人纷纷过来查看情况 刚才还很热闹的街道 此刻却空无一人 服务员赶紧报警 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这时男人突然抽搐了一下 哈雷不顾众人阻拦 执意要出去救人 可刚一出门就被爆头 这一幕吓坏了所有人 大家纷纷找地方躲了起来 随后外面又陷入了瓶颈 可这会儿谁都不敢再出去了 有人提出既然这里发生了命案 那么电视新闻上一定会报道 可众人打开电视一看 里面却没有任何相关的报道 这时金发省发现门外的两具尸体 竟然就这样凭空消失了 连血迹都被清理干净 众人都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 没一会儿大家开始互相猜忌 有人觉得是恐怖分子袭击 脑洞大点的 甚至觉得是外星人入侵地球了 这时西装男开始带节奏 认为他们当中可能有人携带炸弹 警方得到消息后封锁了街道 听到这话的大壮神色一遍 并把自己的包裹偷偷藏到一旁 却被西装男正好看见 他直接上前质问 众人也在跟在后面 服务员趁机夺过包裹打开一看 里面只有几件衣服和一块硬盘 大壮解释里面是珍贵的学习资料 他不想让别人看到 这时小美一把抢过来摔在地上 接着几脚粉碎了大壮的所有快乐 这下可把大壮人磨了 既然觉得他们当中有问题 那就所有人都搜查一遍 于是指着西装男的箱子让他打开 可西装男居然拒绝配合 就在几人争执不下的时候 老白突然掏出手枪制止了众人 他表示自己是个退休警察 可西装男还在嘴硬找借口 这时流浪汉突然抢过箱子 接着就打开了锁扣 可里面并没有什么炸弹 只有一箱子女性内衣 没想到表面光鲜的西装男 背地里竟然有这种体号 还不等众人吐槽 背后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明显是从洗手间传出来的 老白一脚把门踹开 一个胖子正趴在马桶上 小美上前查看 她发现一只用过的针管 明显是注射了什么药剂 接着她的耳朵开始流血 而此时门外一辆警车驶来 一群身穿防护服的警员下来 然后拿起火焰枪开始消毒 不管众人怎么求救 他们全都视若无睹 而电视也开始报道了 却只是说发生了一场火灾 这下众人真的慌了 你知道在马桶上睡觉的后果有多严重吗 看看这个男人就知道了 此时他面部浮肿眼球外突 活脱脱一个成了金的蛤蜊 可下一秒 他竟然就直直地倒在地上 众人赶紧上前查看情况 原来男人是个军官 因为在非洲感染了病毒 这才一路逃到这儿 难怪刚才佛伯乐对他们视而不见 这是把众人都当成了感染者了呀 看来屏蔽信号封锁街道也是他们所为了 目的就是为了不让众人跑出去 这时大壮发现军人的手机有信号 于是打给同事向他求救 可对方以为是开玩笑 直接挂了电话 而金发省这时却说电话携带了病毒 一旦接触很有可能感染 老白和西装男一听还很有道理 好家伙当然有道理了 因为现场就他三没碰过电话 没办法在老白的威胁下 几人只能乖乖来到地下室 却意外发现了下水道入口 于是打算从这里逃出去 流浪汉身先士卒 奈何洞口实在太小了 不管大壮怎么帮忙 流浪汉就是卡着下不去 突然楼上传来阵阵地 接着酒吧就被点燃 现在地下室反而是安全的 第二天大壮小心地打开门查看 酒吧此时已经被烧得一片狼藉 大壮偷偷拿走一旁的手枪 小美也找到了军人的电话 查看聊天记录后发现 原来之前真管李庄的是病毒血清 可几人找遍了军人的尸体 也没找到血清的存在 可能傻人有傻福吧 流浪汉居然在洗手间发现了血清 然而血清只有四分 但他们却有五人 就在几人研究如何分配时 流浪汉直接给自己打了一只 大壮急忙上前阻止 可他根本不是流浪汉的对手 几下就被干翻在地 血清也掉进了地下室 金发神急忙捡起来 可因为双手受伤没拿稳 一不小心又掉进了下水道 这下好了 众人必须要下去下水道了 经过商量后 大家把目光都投向了小美 这个女人为了活命 竟然让男人随便在身上乱摸 这样她才有机会钻进下水道 可有时候身材好也是件坏事 小美不可避免地卡住了 在众人的帮助下 最终有惊无险掉进了下水道 接着在污水里不断拱跑 终于找到了血清 于是大壮让她先递上来 可小美这时却拒绝了 她不相信等自己上去后 众人还会给她留下一只 于是告诉他们 想要的话就自己下来 几人别无选择 只能找来工具砸开洞口 接着一个个都跳了下来 可这时大壮扑向了流浪汉 她要夺回手枪 两人在水下不断争动 随后就是一声枪枪 大壮艰难地从污水里爬了出来 流浪汉却再也没冒头了 大壮命令小美交出血清 小美依然拒绝 并表示血清已经藏起来了 如果她开枪的话 那大家都一起死 众人无奈只能继续前进 可到了一处角落时 金发省突然将服务员推下水 并把她的头死死案进水里 只要她弄死服务员 那么她就能分到血清 可服务员命令 一番挣扎后被救了上来 金发省这下知道自己没戏了 于是拿过手枪躲到 而剩下的三人正好可以平分血清 但几人还没来得及住手 就听到不远处传来了声响 赶过去一看 金发省的尸体上放着两块硬币 三人还没反应过来是谁干的 只听见服务员已经被干干在这里 眼前竟然是流浪汉 她不仅没死反而变得癫狂起来 大壮和小美开始疯狂逃窜 可流浪汉却在后面紧追不舍 两人好不容易找到出口 于是赶紧顺着梯子爬上去 惊慌失措间 小美地血清掉了下去 这时流浪汉也已经追上来了 她死死抓住大壮的脚 自知逃生无望的大壮 这时竟然把自己的血清递给了小美 随后抱住罗旺汉一起 放进了下水道 没一份鲜血就让他们水面 小美痛哭着打开了下水道井盖 显然只有她活了下来 一旁的热心市民给她披上外衣 可没人知道她刚刚经历了什么 电影 酒吧 假借病毒的外壳 其实探讨的是人性的善恶 从酒吧到地下室再到下水道 没往下一层 人性也就越真实一分 他们会自私自利 但也会在紧要关头牺牲自我 成就他人 也许这就是人性的复杂吧 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了 喜欢的朋友还请点赞支持一下 汪德说电影带你看变好电影